冰与火陈晓的邋遢,王一博的酱,打了多少小鲜肉的脸 陈晓,王一博主演的冰与火一开播就深受好评,这部剧在播出之前就有百万订阅,播出后不少观众把他和破冰行动媲美,逐渐喜爱 陈晓饰演吴振锋,父亲被污蔑为毒贩死得不明不白,为了调查死因,也为了复仇,更为了恢复清白,他在境外三年,归来云河县打入毒贩内部 整体来说吴振锋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就是沉重,压抑,沧桑,陈晓满脸浓密的胡茶,破损的衣服,给人的感觉就是邋遢 不仅如此,他数次被追杀,没有主角的光环,在地下全场被打得眼眶黑子,嘴角流血,这些画面都太真实了 王一博饰演的陈宇是吴振锋小时候的邻居,从小就在一起,而长大之后因为父亲的死吴振锋彻底变了,他也因为吴振锋丢了工作,回到缉毒队后一直想调查三年前的案子 整部剧下来,王一博的表情不多,作为一个正直的缉毒警,他需要保持威严 整部剧的气氛非常沉重,不仅仅陈宇很少笑,老戏骨们也都很沉重 不管是王一博还是陈晓,在剧中的表现都称得上是亮眼,打了不少小鲜肉的脸 特别是陈晓的表现称得上惊艳,加上悬疑和多处反转的剧情,这部剧绝对是值得一看